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老村长齐猛了 发现现在无皮村 只剩他和司空镇 以及鸡小满亚连了 没错 下人们来西奥出新皮肤啦 而且还是归属于末日机甲系列 我个人觉得末日机甲是王子 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系列 那由于呂布的末日机甲开头 史诗品质 却有尊贵的动效loading 优化过后呢 也是出了很多套新圆皮肤 其中猛能最爱的就是粉色新圆 那也是深得我心的 这些我也都抽了 就体验和手感来说都是不错的 接着就是孙香香和孙策了 他俩末日机甲 就整体反馈都是正向的 孙香香 末日机甲 这款皮肤的打击手感与特效 都是老牌传说皮中的佼佼者 相信喜欢玩香香的你 一定会为他攒紫星币 兑换那套粉色新传说吧 有换的兄弟看看 孙策 末日机甲 算是一款很照顾孙策 全体玩家新型的皮肤了 机甲剑模很帅很帅 技能手感也不错 没有太大的顿感 那大招是有加速递进效果的 同时也不用捆绑大桥 是属于孙策个人的个体 再说为我们本期主角 莱希奥末日机甲 实施品质 将于2023年9月1日上架商城 首周折克下711点券 就品质来说 它是对标吕布的末日机甲 首先我们来看海报 有张图不知道当放不当放 那还是放给大家看看吧 咱们就是说 莱希奥你好歹也是个帅气小虎 前脚在狂铁和技巧满 爱心里冲淡了贝基满 这会儿又和老亚瑟 来了个CPP 你真都假都 然后皮肤现在还没到手吗 也不知道它有没有 动效楼的界面 就先梦想一个 也许有的 在这出场动画 和传说级别的末日机甲 那确实隔着一个档次 然后机甲剑模 腰身略显单薄 同时剑模脸和声音 也有些违和 普攻音上反馈很好 算是延续了末日机甲的优良品质 一技能总归中绝 二技能腾越后 地上的影子变了 点蹄联名 开完大招之后 感觉这个皮肤 特别适合做星园 我已经开始 毛骨那套粉色的效果是怎样了 在这里预言一手 下三届站立星园 有它一席之地 没有的话就当我没预言过 谢谢 这款皮肤放在末日机甲系列 就是无功无过的感觉 没有特别出彩 也没有特别差的地方 再说回这个系列 对抗路发育路 都有皮肤了 有走和中单 打野也可以考虑一下 有没有想提名的 分享一下